食品局规定从后年起,餐饮供应商的中央厨房都必须安装电眼,以提升食品安全。 受访的业者表示,虽然费用将增加,但有助提高行业的声誉。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。 从早上5点到下午3点,位于大市湾的厨房就忙着准备食物,员工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 这家餐饮供应商在本地拥有11个中央厨房,全部都安装了电眼,费用约1万6千元。 从后年第一季开始,政府规定拥有高风险的食物处理范围,比如中央厨房必须安装电眼,这样一来将能监控食物的处理过程,在出现问题时能提供证据。 卫生的水准会相对的提高,对提高民意约是会有相当大的帮助。 有意申请或更新餐饮供应执照的业者,接下来也得提成安装电眼的计划书。 而在出现肠胃炎病例时,新加坡食品局将向涉及的供应商要求画面协助调查。 新传媒新闻记者,吴立新报道。 新加坡食品